大家午安 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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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兩個小時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您聽懂的話說給您聽 先來介紹這些小時的來賓 昨天來介紹的是耶魯知識學博士郭正亮 拉皮爾 還有精神媒體人曹志森 大家好 以及桃園市議員林濤 也好 大家好 好 剛才我先帶你來看到的是 在高雄這一邊 好不容易颱風走了 家園也終於快要清好了 陳希邁說現在看災的時候 吐露了這麼一句話 他說三天內我們希望可以儘快的全部恢復 大家要理解了 重建家園需要時間 當然這個大家都懂 可是大家要講的就是說 當我們看到新聞的時候 絕對新聞會報 是因為官員這樣講 千萬不要說報料不準 有的時候我們報出來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講到他心裡是假的 什麼 昨天有人看到這個新聞 因為他家停水了好多天 11萬戶停水 結果後來大概是12點半 就是陳希邁講完話之後 12點半中午 他說全區就已經全部恢復供水 大家剛剛發新聞對不對 這個消息要讓所有停水的人知道 結果新聞一發之後 想起了 氣什麼 氣說你們新聞都這樣亂報 我們家又沒水又沒水 白喬英他就講了 說他們這個選區這邊就講 市場是不是不要詐騙 水還沒有全來 原因是因為包括連池潭 左營大陸合成星泉旁邊 一直到晚上才陸續有水 甚至到晚上10點 還有里長在盯場的原因是因為 有住戶已經兩天沒洗澡了 他連想要洗澡的水都沒有 所以到底有水沒水 新聞會這樣報 是因為長官這樣說 那問題是爆出來之後 大家回到家發現說 我不是高雄市民嗎 我家不是住高雄市嗎 不是全區分全部都恢復供水 為什麼沒有水 大家就打了這麼一個大大的問號 到底市府是講給誰聽的 到底什麼叫做高雄市全區恢復供水 而且這一次 上一回堪比颱風煙的地方 好像這一次也都難倖免 仁武這個地方 好來 仁武這邊的居民 已經開始質疑了兩大牌的功能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一次 雖然高度沒有煙的凱米那麼高 但問題是水退的還是比較慢一些些 煙了大概三個小時 打掃好大概就兩個星期跑不掉 大家想問我來這邊住六年 煙四次 到底這一邊我還要不要住 這裡還能不能住人 當地的人就告訴你了 說現在其實有了上次的經驗之後 知道媒體會報嗎 譬如說仁武阿虹 這一次也再一次的 然後仁武人就再一次的到災區這邊來 幹什麼 幫忙 幫樹 其實這一次我知道是很多高雄市民 在雨燒停歇之後 自己都出來幫忙協助清理市人 或者是協助清理道路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也是他們的家園 他們也希望可以一起來幫忙 幫忙的人很多 但問題是那個是治標不治本 治本在哪裡 就是你問題的源頭在哪裡 當地的這個民間團體 森林城市協會告訴大家 他們認為這個問題很有可能 就是因為2022年的時候 高雄市政府推動了仁武一百期重劃區 縮小了這草皮 草檀皮這邊一半以上的面積 換句話說 現在的這一些皮糖的面積 是以前的九分之一 那你就想嘛 以前九分之一的皮糖 是周圍都是皮溫啊 都是農田啊 那現在當面積只剩下九分之一的 蓄水量的時候 你認為會淹呢 不會淹呢 旁邊現在已經通通變成了漸案了 那要怎麼樣去理解這些水 到底怎麼樣排出去 當時的市政規劃 重劃 有沒有把這些問題 統統思考在裡面呢 這個就應該要好好來討論一下了 而這一次當然 大家就在講了 看家也是一門哲學 譬如說 上一次人不在高雄的黃捷 這一次人不但在高雄 而且呢 他還發了很多視頻 先直接來看 他們都很震撼耶 我真的取向四面來講 大概三條路都沒考 然後有一顆是倒到那個白馬的金融 他絕對我去公司機的時候 就是中華那個誰 就是跟中華那個人 對 我去那些金融 莫名在那邊 里長那邊早上 去幫我抽什麼車 你現在正兩杯盤的嗎 好 我們先講了 一般記者看到的感覺就是 看到里長勘戰的時候正常 可是問題是他看家很厲害耶 台電的也來了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軍方的也來了 學校校長也來了 哇 真的是所有的 他全部一次都看到 濃縮在一則影片裡頭 這則短影音大家開始在講說 哇 高雄人是不是痛哭流涕了 甚至有人直接喊黃市長好了啦 但是是不是也是真的藍綠 或有不同的待遇 因為同樣勘災 港寬時離位還有誰 還有柯志恩啊 柯志恩現在他說高雄這麼嚴重 他留在當地勘災 他也希望能夠來反映一下 基層有什麼樣的需求 因為他也是可以來協調 台電等等的人員來進行幫忙 好啦 結果他去勘災 沒有去出席院會 馬上被人家酸說 哎呦 這樣子還想要選市長 有臉面對南部鄉親嗎 他就說了 大家不都救災危險嗎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多的 政治口水呢 高雄現在呢 大家看到確實在這一次 還是有淹水 台南這一邊呢 其實也有蠻多人呢 是不是有一些意見的 然後再來就是基隆了 哎 南部的 雨很大的 北部的 雨也很大的 從這個台灣頭到台灣尾 都有意見 所以謝隆界講得就很酸了 過小港地区 你看到的火整這樣 那邊 撥起來就對了 撥倒了 吼 淹水了 無所不及 人家有去說 電機也要怎麼 啊 他們從來出來 把它撥到 變熱型啊 搞什麼呢 啊 說風太沒來 六千塊 變熱型 您對高雄這麼痛 是八千元的高雄拿清華益啊 啊 現在剛才雞人 大小人的氣勢要把他撥出去 啊 您是怎麼樣 你有一點點的認性嗎 好 講了八千億啊 一千五百億那個製水預算啊 但是也要講基隆呢 在製水確實拿了錢 可能沒有高雄這麼多 但這一次淹的狀況 因為是史上最大的這個 時雨量 所以呢 累積雨量 所以這次也真的很慘 但已經這麼慘了 萬萬沒想到的是 竟然有人 而且是議員喔 拍影片出來 是在酸來看這個影片 是不是很漂亮 淹水大家都不想要 但問題來了 如果說呢 百姓在淹水的時候 看到這樣的影片 是作何感想 其實呢 少要百姓 很多新生啊 馬上要來聯繫人什麼 是在這一次 其實淹的也蠻嚴重的 高雄人舞 我們的人舞阿鴻 阿鴻哥 妳好 大家好 發展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現成的來賓 大家好 是 阿鴻哥 大家如果洪太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到你啦 所以這一次呢 也是馬上颱風來的時候 就會想到說 不知道高雄人舞 這邊狀況怎麼樣 這次跟上次比起來 差一帶 天災吼 這道真是天災 阿鴻哥你們來看看 你看看我後面 這條是主要道路 他後面像這樣 我們的高雄市長 他有承諾三天重建 是否有承諾 在操大 我不知道 環保林圓有夠不夠 他自己 心思肚明 你用比較多的時間 來重整也沒關係 不過 你們港黨的 你們港黨的 康地結 要不要把你建議 天災 大家在重整家園的時候 是無分難率的 這真的無分難率 你們在勘 知道 有媒體 你們的不是在勘 知道 你們在作秀 為什麼我這樣說 你們要 你們在捏 倒掉的 槍 你們要清這些倒掉的數目 要有媒體跟著 柯智恩 根據阿翁的了解 他是怕什麼民間 走向民間 去看到問題 來回報問題 要來解決問題 這個 康地結成心 你可以說出這個 發水磚 水磚的月出來 我也欽賠你 我真的欽賠你 天災造成的災害 大家需要 一致的 來 重整我們的家園才對 剛才主持人有提到 仁如這次 又淹 為什麼 會這樣子淹 你有提到 草堂的問題 在這裡阿翁要跟 朱祺林 以及 來賓 跟你們報告 這點 阿翁 不可以說 因為曾經有人來提醒我 提醒 我是講提醒 那部分 我自己如果在直播的時候 盡量 不要講 所以這件事我就不急 今天阿翁要跟大家報告 因為時間悠寒 我要跟家人的市民說一句話 用你們的地費 來看待高雄 高雄市 自從韓市長被罷免之後 高雄市變成什麼樣子 經濟 經濟也好 所有的 鹽水也好 我這樣說好了 鹽水的問題 重現了 希望基隆人 你們要用你們智慧 的眼睛 來看待高雄市 不要重蹈負責 我 一個雞人市 謝國良市長 他為了你們基隆市 考回來的土地 一個可以帶來 讓你們希望的市長 希望你們 在投票的那一天 可以選出 地費的 選出你們地費的一票 我只有一個建議 希望基隆人能夠 留下 謝國良 造福基隆市 再來 阿翁也要拿這個 但是 我沒有要請給你市長 因為你沒有付給我請給你市長 為什麼 你去 尾槍 滾好路 你要把大股的人物 已經尾鐵 你是怎麼不要走來這裡 這樓梯的過程 這條是主要道路 來 阿翁哥 我先給你請問一下 我正在這裡民眾後面 多少人回轉 阿翁哥 我先請問一下 因為 我們之前我們的製作單位 跟你連樓的時候 你有拿到一點 就是說 是不是只要你去直播 然後你發現說這個地方沒通了 有見到媒體或是自媒體 傳播出去之後 好像比較快就會被清理 是這樣嗎 馬上就被清理掉了 我昨天晚上 在大背路 神龍路 銜接大背路要往常庚醫院 往陳清爐棒球場的方向 我昨天晚上八點鐘 從那邊經過 我拍了一個影片上傳 結果 結果 大家請清擾了 我半夜兩點鐘 再去看 已經清乾淨了 嗯 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什麼要有人 去製作啊 你吃麵拿菜啊 你比較不會去做 你是在做給什麼看 所以你會覺得說這次的 清理的過程當中 這個速度 你還可以接受嗎 還是說其實你不能接受的事 為什麼 講的跟你聽到的 跟看到的不一樣 速度是完全不能夠接受 為什麼 因為 每個區 都有自己的 環保局嘛 每個區都有環保局嘛 你是怎麼不要一個區 一個區的責任區 由 本區像人舞區 你由人舞區的 環保局 出來處理 人舞區 的問題勒 你把人舞區的環保局掉去哪裡 我希望你講清楚 為什麼我可以在 右倉看到 人舞區環保局的車子 哦 是為了要讓你去那邊 讓媒體拍照嗎 是好 好來人舞阿虹呢 現在在地點 你現在這個地方是在人舞嗎 對不對 那其實 喜歡人舞區 是 在我們人舞區 在我們人舞區的 松毅路 是是是好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他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 確實還有一部分 市容還沒有完全的恢復 但是陳其邁有提到 他希望三天之內可以完全恢復 來謝謝今天 人舞阿虹 阿虹哥跟我們連線 感謝你 帶給我們這個第一手的畫面 主持人你再給我10秒鐘 我帶你們看一下 這裡是完全沒有清喔 阿虹哥 完全整條路 完全整條路 你們看到的只是 比較廣的 沒關係 你們看到的只是前面這一個 後面 後面你們看一下 這個 丹其邁 這你三天有辦法人處理嗎 你是在正下的喔 好 我看到後面兩三層 看起來 這一路上是很多的路數 其實都是這樣子一整排的過去的 全盤都到的 是 好 謝謝 全盤都到的 好好好 謝謝阿虹哥 謝謝 這是確實 目前就在當下 4點16分 在高雄人舞這邊 還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請教一下亮哥 當然啦 天災大家都不希望 但是市民心中的聲音 當聽到了陳其邁說 三天內要完全恢復 水來了 發現水龍頭轉沒有水 市民的期待會有落差 我跟你講 高雄災情嚴重到什麼程度 忘記在高雄人 對啊 所以我有調查一些統計 好 我們全台灣有674個地方淹水 674 高雄佔360個 一半以上 高雄的學校 358所學校 80%都通報就受災 80% 所以你想想 還有龍筍 目前傳出龍筍的主要也都在高雄 是 所以許智傑 在台北立法院在那邊 什麼協詢柯智恩 那簡直是莫名其妙 因為高雄現在要用的 治水預算是今年的 是 那並不是明年 不是立法院現在要通過的 明年預算 所以他到底在說什麼 你當立委當那麼久了 是在黑白公三位 然後他在那邊考柯智恩說 你不來救我們的治水預算 治水預算現在就在高雄 你現在需要的是勘災 就好像我們現在 能夠拍到的地方 可以提醒陳其邁注意 哪裡有問題 因為太多地方受災了 這個就是 我跟你講這個就跟那個 許真偉一樣 是 就是花蓮實在是太可憐了 他那個比高雄還嚴重 因為他那個是交通就斷掉 然後果菜就運不到 另外一個鄉鎮 人家就買不到新鮮的蔬菜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敖紅講的都是事實 就是說 陳其邁就是要安大家的心 而且他放太多天 禮拜一總要上班了吧 我們跟禮拜一 真的可能還是有很多狀況 怕沒有辦法完全的處理外 這人這個範圍那麼大 而且高雄市擁有的環保 我說各種單位擁有的機具 他也沒有去協調其他縣市來幫他忙 因為你機具 我記得以前上次三個月前 我記得盧秀燕還調他的機具 下去協助 台米風災的時候 對不對 可是這個根本就來不及 我記得上次台北 台中 都調機具到南部去幫忙 然後他禮拜一就要上班 這個我認為會有很多狀況 尤其是這個是 我們原來縣區的農業區 一定會有很多樹木倒塌 一大堆東西都故障 還有東西掉落 你要把它清乾淨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是 好 請教董哥怎麼看 大家聽人舞阿宏講 你就知道那個地區多嚴重 亮哥是小港 小港就是那個貨櫃 回起來的那個地方 在跳舞的那個 對 所以大家就知道 高雄當然這次我們也承認 台風很那個 可是上次的台米台風 到現在不到三個月 你所有那些東西比 前面沒有改善 後面更嚴重 這次真的嚴重 高雄一定是比別人多放一天假 陳其邁就說 我要給大家去整理家園 講得很好聽 請問你們整理在哪裡 阿宏剛背後那是一條大路 中義路是很大的 那你可以看到 忍辱如果高雄 真的像民進黨講的 這個民主勝地的話 最勝地的就是忍辱的八卦寮 八卦寮就是草堂皮這裡 這就是以前宜登花住的地方 像我們比較久的都知道 宜登花民國78年在這邊過世 他就一直住在這裡 那可以看到 就是民進黨在這邊執政 他們靠的就是媒體 媒體去吹捧 那大家想想看 這邊陳其邁從執政以來 對建商的照顧 遠遠超過柯文哲 這些因為一個最重大的問題 前瞻預算有三分之一 是用來蓋自洪池的 25座自洪池告訴我們 他可以容納 498萬平方米的水 不要怕 絕對會更好 那有更好嗎 大家看到沒有對不對 你就是剛剛我們提到了 把一些原來的皮糖 你統統把它淹起來 蓋房子 原來那些地方 本來它就有自洪池功能 水就往低處 你現在把它蓋起來 鋪上水泥 鋪上柏油 它當然就沒有吸水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高雄 大家知道澄清湖 以前叫大貝湖 我們還有一個小貝湖 小貝湖現在只剩十分之一 以前可以多少水 我們看到炒糖皮 以前的情況也一樣 最可憐 我們金絲湖那裡有個叫 甩牙拿 甩牙就是我們吃芒果 甩牙拿現在只剩十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填了多少皮糖 然後現在說我們有蓋水 你的自洪池 你的自洪池沒有過去皮糖的功效 然後又花那麼多錢 那到底誰得到好處 建商還是誰 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今天我們整理 整個實際的情況 你會覺得很悲哀 立法院昨天投票的時候 有五個委員沒有到 柯智恩 高雄 他看齋 屏東 蘇清泉 張祺凱在嘉義 對不對 大家看人家都在地方 即使民進黨的洋藥沒有來 也沒人怪他 他在澎湖 澎湖也受到很大災難 反而民進黨這邊在立法院開罵 說我們在立法院 你怎麼在地方 我要 柯智恩不是你們民進黨 高雄有巴西區立委 不是你們的巴西區立委 他是不分企業 他下去關心 他本來就在長期在這邊經營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這些人多麼政治 而且沒有在黃水 是 來 請教林陶 上次大家就忘記了嗎 黃捷在高雄有宅行的時候 跑去度假 叫你回來不回來 對不對 再跟誰去 到現在還沒講清楚 然後還貼照片說 結果後來是發現 盜用地方里長的照片 大家還記得吧 結果自己在國外就是不回來 然後這一次只不過是 自己剛好在高雄 然後演一演 然後就要去刺責別人 別人是每一次都去了解高雄 而且即時他的團隊都掌握 而且沒有對外詐騙說 自己沒有在高雄而在高雄 我覺得這是完全的雙標 黃捷進不起考驗 我覺得如果今天高雄的災情 換作是民進黨的側翼 去檢驗國民黨的執政縣市 早就被罷免多少次了 你陳其邁早就被罷免多少次了 你還在那邊大吼大叫 到現在下午三點 高雄還有一萬多戶停電 其中停電的戶數 有非常多是高達50個小時 50個小時是 感覺好像是10年前 15年前的台灣 兩天多 對 鄉下的地方 然後點蠟燭說 這個附電我們需要 一天 兩天 三天 現在是現代化的台灣 在高雄市 直轄市 然後你在那邊吹捧說 我的電 水電通通都來了 很多高雄人看電視就說 為什麼人家說水電來了 我們的電還沒有來 我們的水還沒有來 所以這就是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相對的剝奪感 感覺好像高雄市政府 還在做外宣 網路的 側翼的 陳其邁好棒棒 鄭佑 玻璃 讚 這個放假四天 讚 這就是我們的奇邁市場 賣賣歌 那真的聽得很噁心 那這些市民 現在這個重要的道路 這個路數還在倒塌 停水停電的這些高雄市民 到哪裡去申訴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地方里長說 他不幹 他現在請辭 他不知道怎麼幹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對李明說 為什麼現在現代化的高雄 還要50個小時停電 沒辦法復電 所以我覺得 剛才也提到皮堂 為什麼當時候的桃園皮堂 開發省慎的省慎評估 沒有開發這麼多 原因是皮堂 它兼顧環保 它兼顧這種氣候調節 它也兼顧很多的 這種官商的利益的 很敏感的地帶 可是我覺得高雄 好像在開發這塊 沒有想那麼多 好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說